介紹一下這個簡報66頁 如果說啦 你真的就覺得 我就不太會下提示詞 也不太想用機器的 那你來找找這種 叫做標籤產生器 這個我都把它稱作懶人包 那這兩個呢其實都還不錯啦 只是都是對岸的 但是沒關係你可以用網頁 把它翻成那個就是 是反體中文就好了 所以我先用左手邊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把它點開 好進來之後你就把它 就是翻譯一下 像我上面這裡 我就把它翻成反體中文嘛 有沒有 這裡把它翻成反體中文 這樣 你在看它的那個內容的時候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你看這裡 標籤產生器你看右手邊就好了 這個 中間這裡 就是它的類別 中間這裡有沒有 基礎 環境風格啊 人物頭髮啊 手部啊 腿部啊 動作 你可以看一下 那 右手邊呢 就是它裡面的內容 可是你如果這樣看直接看你有沒有感覺 有點辛苦還是要看英文字嘛 所以麻煩各位把這裡打開好嗎 把這個 右手邊這個藍色的中文打開 你把它打開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樣子看起來舒服多了 這樣有沒有看得懂每一個在講什麼的 有的嘛齁 好你看 你要什麼人物 一個 人 有沒有這樣子 可以彌補你英文能力的不足 因為我們不可能記得那麼多 這不是我們的母語就算是你的母語你也不會記那麼多啦 有沒有看到區比 我們昨天不是有玩區比嗎 你知道嗎 還有非人 好不好 好然後你看 手部 手的動作 有沒有露單肩 手放嘴邊 你自己想看看你自己有辦法 想到那麼多動作 鼻中指就不要講了 翹大拇指 對不對 然後你看 動作 有沒有 光看著你就看很多了 你真的有那麼厲害每個都記得嗎 很難啦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 你看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提示史就加進來了 這樣知道為什麼叫懶人包了吧 可是我還是必須跟各位講 懶人包的意思就是 你不會長進 因為他有的就是這些而已 可是 我們所有東西絕對不只只有這樣 因此懶人包沒有的 如果你夠懶 我相信你也不會再去找其他的 你就只能從這裡再去變化而已 好所以 懶人包是 先提供你一個概念 但是不夠的你還是要自己去 再多去 找找 建立一個自己的 這樣會更好 這樣了解 所以 提供這兩個 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國外也有 但是因為國外沒有中文 所以 你說直接翻成中文 有時候這樣效果反而不好 那他這邊剛好就是都有提供 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對照 這樣大家以後再用會相對容易很多 這樣OK嗎